我姓李,今年48岁,自2004年,肚子饿就胃痛,医院照胃镜,查出是胃溃疡和前表性胃炎,表现为胃胀,使用过中西药来调理,一直没有很好的改善。 2017年7月份,走路多点膝盖就不舒服,医院检查出半月板以及韧带有点损伤,曾敷中草药却没改善。 2019年5月份,低头,静就痛,症状反复,时好时坏,睡眠品质也不好。 调理前症状,胃胀痛,吃饱饭后特别胀痛。 睡眠不好,凌晨4点醒后就无法再入眠。 双膝盖痛,走路20分钟就痛。 双手肘痛,移动就痛,拿东西更痛。 静痛,低头时间长或者浊凉时就会痛。 调理过程 调理第一天 一公给我全身按推后,胃胀、肘痛以及静痛马上得到缓解。 然后讲解舒适寒热表,以及教我如何落实原始点细节。 调理第十天 胃胀痛改善五成 睡眠不好问题完全改善 凌晨4点钟起床后可以很快再次入睡,而且是深度睡眠。 双脚膝关节痛改善三成 以前走路20分钟就会痛,现在不痛。 每天运动半小时 两步一阶爬楼梯50层,温幅20个小时。 调理第十四天 胃胀痛改善七成 偶尔还会胀痛 运动量增加至一个半小时 两步一阶爬楼梯50层 俯卧称30个 还有做拉筋运动 调理第四十五天 所有症状基本完全改善 终于下定决心完全断了一直在喝的中药 开始喝30克干姜片加15克红山须熬煮的生姜汤 个人感固 经过义工老师们用心地帮我按推原始点和教我日常要注意做到的细节 调理了一个多月后 我的颈椎、网球肘、胃胀、膝关节炎都得到明显的改善 我现在每天都按照原始点的要求 除了按推之外 坚持爬楼梯锻炼身体 喝姜汤和热敷 我坚信只要坚持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在原始点调理的这段时间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原始点跟平时医生说的截然相反 例如上火了 医生说要吃降火药 膝关节痛就不要上下楼梯等 但是效果始终不理想 但是用原始点调理 上火经过按推后再继续吃温热性食物就没问题了 还有经过两步一节 甚至三步一节爬楼梯后 我的双膝盖痛改善非常大 还有我的胃胀问题十多年了 中西药都吃过好长时间 效果却始终比不上原始点 所以我觉得原始点的调理方法适合我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医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